OK 首先回答三个朋友寄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读到中部113经时遇到一些困难 直接在Zoom上提问可能会占用太多时间 而且担心自己现场表达不清楚 因此来性请教 然后呢他这边这个引界的中部113经的中文翻译 是庄春江翻译的 他这边写到 再者比丘们 悲善人从离遇离不善法后 进入后住于有寻有寺 离而生喜乐的出禅 他像这样深律 我是出禅等至的得利者 这些其他比丘不是出禅等至的得利者 他以那出禅等至而称赞自己 轻蔑他人 比丘们 这也是非善人法 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律 出禅等至无等同比的状态 为世尊所说 因为不管以任何方式思量 实际上都不是想的那样 他只在无等同比的状态里做 既不以那出禅等至而称赞自己 也不轻蔑他人 比丘们 这也是善人法 OK 你提出的问题很好 因为这个庄春江翻译 他的确是有问题的 他主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主要问题在 我看看我这个能不能够 highlight起来 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这个词 等同比 中春江呢 他的翻译是依照 菩提比丘的翻译 菩提比丘的这个词 他的英文是 identification 在这里 non-identification 这个字 那个巴黎文的字是 Atamaya Atamaya 他 坦尼撒尔比丘 他的翻译是 non-fashioning 所以菩提比丘把他翻译叫 non-identification 坦尼撒尔比丘把他翻译为 non-fashioning 然后这一边呢 庄春江 他把identification 直译为中文 变成 等同 但是这边英文的 identification 他并不是等同的意思的 identification是 认同 意思 什么叫认同 认同就是 那个内心 他抓取某一个境界 把它当作是自我 以为说我在里面 或者我在他的外面 或者说那是我的 或者那是我 这一些 自我架构的动作 叫做认同 认同感 他的那个英文 那个identification 有的时候有相同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相同的意思 就庄春江这边 那个翻译是有问题的 那个 Atamaya 他的那个巴黎文呢 除了 有认同的意思之外 另外还有 戏符的意思 戏符 戏符就被线绑着 被绳索 绑着 被绑扶着 那样的一个状态 那样子 叫做 fashioning 解脱的同一词 是non-fashioning 就是指说 没有被细服 没有被绑着 或者没有造作 类似像这样的 那个含义 所以这段经文 正确应该要怎么翻译 我们从这段开始翻 重新的翻 但是 一个有品德的人 他应该这样子 反省 世尊 他教我们 无细服 世尊 他教我们 无绑扶 世尊 他教我们 不认同 境界 不细服 不绑扶 不认同 包括出禅在内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 甚至不应该被出禅 所细服 所绑扶 我们的心 甚至不应该 要认同出禅 为什么呢 因为 不管 你 他这边翻译叫 以任何方式 思量 实际上都不是 想的那样 这个思量 这个地方的 巴黎文 实际上是 那个非因 基因的 那个记 那个记的意思 就是指说 你假设 你评估 有类似像这样的意思 这个经文 他实际上 他讲的意思是 你不管 你以出禅 或者是任何的一种行 作为你的依评 作为你的依试之所 实际上都不是 你所预估的 那样子的稳定的 那样子可靠的 那样子是值得 成为你依辜之所 他的这个经文 主要是要表达 这样的意思 接下来 这段正确的翻译 应该是 这个有品德的人 他 在体会到 这种无戏服的状态 或者他在领受着 这种无戏服的 这个叫法 所以他不会 以示着出禅 然后把出禅 当作是称赞自己的工具 或者是轻蔑他人的工具 这个是 有品德的人 他所应该做的 OK 好 希望这个回答人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 想要请教 第一 为何 佛陀觉悟后 最先想找 他的两个外道老师 那些修禅定的外道 禅修者 他们最后是如何通过 佛陀的教导 而成就的 二 是连进泛文化部 对于南传尼科业的翻译 怎么样 OK 首先第二个问题 我没有细读过 那个 这个翻译版本 所以我没有 意见 然后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想要先找他两个外道老师 OK 首先我们要了解 关于佛陀生平 关于佛陀生涯故事的 这些经典 讲得越清楚的 他是越晚期 讲得越清楚的 他里面的神话的内容越多 他那个心编的那个内容 越多 越早期的 越可靠的 那个内容 他的细节往往是没有交代清楚 甚至我们会发现到 那个 佛陀他所谓先去修法的两位外道老师 有可能都不是佛陀的老师 根据一些那个古朴 更加古朴的那个经典的说法 但是这是题外话 我们就先姑且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部分 对不起 你这个问题的后半部 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呢 首先你要晓得 这两位老师 他们的那个修行的立场是什么 他们的修行立场 跟佛陀在哪一个部分是一样的 哪一个部分是不一样的 首先一样的部分 佛陀跟佛陀同时期的许多的老师 他们都受过 古印度宗教文化的洗礼 所以他们对于心要怎么解脱 都有一些预设 这个预设包括 我们灵魂之所以会困陷在境界当中 是因为贪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灵魂 它迷失在境界里面 这两位外道老师 他们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预设上面 他们想说 好 那我要怎么样的拯救我的灵魂 我拯救我的灵魂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不断的超脱 响韵 那个响韵 这个分别 这个诠释 这个画界线 这些功能 它在困陷心 所以我如果能够让我的响韵停止 或者是我如果能够做得到 让那个界线感 让那个赋予境界意义的 这些功能暂时停歇 或者永久停歇 那么我就解脱了 所以在好一个程度上面 那个佛陀跟这两位老师 他们都认知到那个心 要如何透过诸行见识之心 才能够得到解脱 但是佛陀跟这些外道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佛陀并不认为说 响韵它的本身是有问题的 真正有问题的 严格来讲是行韵 真正严格来讲是 那个心 它对于响韵以及其他韵 产生出来的贪爱 产生出来的黏着 所以这一点上面 佛陀跟其他的外道不一样 但是这两位外道呢 他透过那个心 他不断地去远离 那个响韵 而得到的结果是 心已经好一个程度 跟行韵有保持距离了 所以这两位老师 可以在简单的点拨之下 很短的时间之内 契入佛法 然后那些修禅定的外道禅修者 他们最后是如何通过佛陀的教导而成就的 我不知道你这边讲的 修禅定的外道禅修者 是那些人 有好多位 是不是 然后这个好多位 他们的契入方式也都不太一样 然后第三个问题 我了解到阿江查是被称为阿罗汉的人 但他也有着瘫痪在床 十一年的经历 应该怎样去拟合如此高成就的人 却有如此经历的反差 一个阿罗汉在瘫痪的状态下 是这样的心境呢 很多的人以为 佛陀他所教的解脱道 你一旦解脱之后 你一切世间的问题都没有 这不是正确的 穆坚连他在镇得阿罗汉国之后 他也有在被人家殴打的状况之下 经历非常严重的生理上面 然后佛经里面有很多的案例 有证得圣国的人 他被牛的牛角刺死了 有的人他是证得圣国之后 他遭遇某一种横祸而死了 相反于此 世间的宗教呢 他很喜欢把他们宗教的成就 有理想化神格化 所以世间宗教徒他们的情绪是 如果有修行的人 那么他一定是要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看 很潇洒 包括他死掉的方式 所以后代的佛教 那个净土宗的信仰里面 无边的以你死的样子好不好看 作为判定你有没有修行或者有没有转生到净土 重要依据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像预知实质 在还没有死掉之前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 你就能够知道说你的死期 然后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最理想的是能够倒立着走 那是功夫最厉害 次等理想的是能够站着走 再次等理想的是能够端坐而走 再次等理想的是躺着走 然后你在临终的时候越少病痛 越少身影 越快速越便捷死掉 然后有越多的异象 有越多的瑞象 有越多的神迹 那就表示越好 但是佛陀的教法不是这个样子 你有可能这个世间有众多 你没有办法管控的因缘 状况之下 阿罗汉他死的方式 以及甚至凡夫俗子 造恶的凡夫 还要更不好看 还要更不好讨好 还要更不讨好 这个在原始佛法里面 他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他就是世间轮回 写实 现实的那一面 重要是心有没有解脱 如果心解脱了的话 阿罗汉如果他言词上面还是很笨拙 他还是有口疾的问题 他还是有身体上面的疼痛 他死的时候 并不是以很潇洒的方式死 这都不妨碍 他的内心已经彻底解脱 然后你提到了那个阿姜茶 那个阿姜茶 大家普遍的认为说 他是阿罗汉 然后我们在阅读 他的这个开示 他的教法 也没有理由去怀 他是一个非常高修行成就者 这样子的修行成就者 如果说他已经到阿罗汉经节 他们的经已经跟吴运 完全割气了 割舍了 所有透过爱 会产生的关联 所以尽管那个脑筋 他好一个部分的功能 他是死掉的 或者是他是瘫痪 或者他是受伤 他是没有在起现行的 并不表示说心是不自由 还没有证得出国的人 他没有我见的原因 所以他会直觉上面的 把脑子认同为灵魂 他会直接的把脑子认同为心 他不知道脑子跟心两码子事 他不知道说意识跟心是两码子事 所以他会在那个意识功能受损的状况之下 他就以为说这样的人他的心受损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谓的意识或者所谓的脑 比较像是一个我们姑且讲说 好像一个承载水的一个容器 然后那个水他实际上他是没有形状的 或者更确切的一个比喻法是佛陀他所使用的比喻法是火 那个心那个脑子或者是意识 他比较像是那个火焰的燃料 那个火焰燃料把火的元素捕捉 所以让火在某一个地方呈现出来 他处在一种燃烧状况 实际上那个火的元素 他是没有办法被定位的 他一旦没有被那个燃料捕捉着的 他一旦被燃料所释放开来了 他到底是去到哪里 那是没有办法 那是没有办法定位的 所以就算是一个中风 或者就算是一个脑死的一个人 这样说变成植物人的阿罗汉 他的内心还是解脱 不会因为说脑子好一个部分的功能丧失掉了 就使得他那个已经断除掉的连结又重新再复核起 其他的朋友也没有听得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感 最近经常感受到羞耻感和忌妒感 一般忌妒感 比起羞耻感是更重一点的烦恼 然后你如果能够讲得更具体一点 是对于什么样的境况 忌妒对什么样的境况 羞耻 我们可以讲得更细一点 你如果不好意思讲 那也没有必要讲 那我们就是很广泛的谈这个问题也可以 那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讨论法 我可以大概说一下 就是就是比如说我在上一些舞蹈课的时候 我对那些就是说 同性的老师并没有什么忌妒的感觉 但是对异性的老师就是 我会有这种忌妒感跟羞耻感 这个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你说对于异性的老师有羞耻感跟有忌妒感 羞耻的部分 比较 我不知道你这边用的这个忌妒的那个用法 是不是像古印度人用的 古印度的人 他们讲到那个异性恋 他们讲到那个异性的那个吸引力 他们用经常用这个很有意思的形容 他们讲那个叫嫉妒 也就是 嫉妒男人的身体 然后该男性嫉妒女性的身体 印度的人的形容 但是很少于现代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信 他们对异性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还是另有别致 我觉得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有点符合我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那种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季度里面那种攻击性也比较强 就是好像是一种就是我要超过他 或者我觉得就是 对他很不屑 也有这种感受在里面 OK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是避开那个欲阶的场合 我所谓避开欲阶的场合 并不一定是说所有的舞都不要跳了 然后这个纯粹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但事件上 事件上大部分呢 那个跳舞的场合 它是 纠缠着好一个部分的 欲坛的成分在里面 就连所谓的社交舞 它的那个动作的摆弄 还有那个异性 然后它必须要贴近 然后它很多的那个姿势的 那个摆弄的那个用意 是为了要放电 它是为了要呈现出某一种意境 呈现出某一种 当然这种跳舞 它是有运动的好处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它里面也夹杂着其他的行为 夹杂着其他的心理 所以使得 在那样的环境之中 特别容易会产生出 这些复杂的情绪 然后欲界里面的情绪 有的时候是 酸酸甜甜苦苦辣辣 也讲得清楚 比如说我们看着 那个心目中 爱慕的一个人 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说 那种感觉是 我得不到你 希望摧毁掉你 或者是我很爱怜你 我只要你好就好 我可以不必要占有你 或者是依稀着 有一种渴望 有一种惆怅的感觉 但是又一直不敢 采取行动 就欲界的这个 那个世界 它是很难去清楚的理清 它是一个 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想要最简单 解决的方式 就是避开那样的场 用另外一种方式跳舞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但是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老师 以前你也讲过 就是说比如说 有一个人能让你 就是说不高兴的话 其实会有很多人 很多情况都会让你不高兴 那如果我现在比如说 不去参加这样的运动的话 或者说这个不去参加这样的 这种场合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在未来 还是会在某个其他场合 一样会被激起这样的一些 感受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 那个佛法解脱里 有一个戒毒的过程 你在一开始戒毒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讲说 哎呀我现在不去碰它 我现在把自己关在家里 自我隔离 这只是一种压抑而已 我必须要到那个毒管里面 補偿里面 才能真正的历练 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反制约 你要借出你的影头 你就是要必须要透过 这种包括控制环境的手段 来弱化 那个会造成你亢奋 会触发你的影头发作 那样的那个场景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 随着你这个功力的那个增强 等到你那个毒影真的戒了之后 那么就算是你不小心 或者无可避免的进到那个场合 或者是故意要考验自己 进入那个场合 你会发现说 那样的场合对你没有利用 没有那个力道 没有那个效果 我们还会产生出嫉妒心的话 因为你这边所形容的修持心 听起来不像是 那个佛法里面高贵的惭愧心 它比较像是 杂染的欲戒 因为它是跟那个嫉妒心 和在一起 这样的羞耻心就不太好 这种都是相对而言 都是粗的烦恼 然后这种粗的烦恼 什么是最好的 对治到它的方法 回避 维护 远离 这是最好的 除非真的不得已 就是有的人 它的那个 它的场合作为一个在家人 某一些场合 它没有办法避免 甚至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一个修选 因为保护它自己的 那个道性 它都还要想办法去回避 更何况是 如果纯粹只是为了娱乐 而挑社交舞 好的老师 那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刚刚听您讲到说 那个佛陀 它是说 响运 没有那个 没有行运 好像是那个解脱的关键 但是响运本身 不就是一种 心情吗 是的 是的 那个 你如果是以行运的角度 来了解响运 那么你就能够完整的掌握响运 然后针对着响运而正得解脱 但是你如果纯粹是以响运的角度 来理解响运的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这样了解吗 我姑且这样讲 什么想法 简单的来讲 还不是看 什么 就是没有听太懂 就刚才讲 好 那我再解释的 清楚一点 你透过行运 来了解响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叫行运 行运就是 那些会晃动你的内心 会让你的内心要花力气去制造 去活动 然后最关键的跟解脱有关联的行运 就是你的心会对境界产生出关系 产生出关联 这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联呢 好比说 你会因为境界而感觉到渴望 这是一种动作 因为这个渴望而 伸手出去要拉那个境界 这是一个动作 你会想要进去它 你会想要跟它合而为一 你会想要变成它 你会想要从它那个地方挤去快 这些动作 它通通都叫做行运 然后佛陀看到呢 我们的心它为什么会 感觉到逼迫 因为当你 跟境界产生出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你的心 它把五蕴当作是它自己的家 的时候 那个家它受到威胁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被挤压 你的心就会压迫 你的心就会跟着动荡不安 所以关键是在行运 你若是从这个行运的这个角度 去理解响运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只是以响运作为行运的一个例子 来断除所有的执着 你不是只是在改变你响运的内容而已 佛陀时代的那些外道 他们所做的往往只是要改变 响运的内容而已 他们要怎么样改变响运的内容 好比说他们认为说 哎呀人为什么会受苦 因为人有分别心 我们人如果能够气入无想 无相的话 能够超越分别 那就一切平等了 我的心就安静了 这个就是只是透过响运 这个就是只是在改变响运的内容 这个就是没有能够直接的在那个 渴滩 在洗滩上面下手 的修行 这样的修行 你就算是修到飞翔飞翔定 你还是没有办法解脱 飞翔飞翔定 它的内容 在更古朴的经典里面 它跟无相定是有很深刻的观点 它的那个主要契入到飞翔飞翔定的动机 是你认定响运是痛苦的因素 所以你的心想要摆脱响运 你的心因为摆脱了响运 所以它叫飞翔 可是响运它却是一个几乎是先天生理 必定要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运 也就是说就连阿罗汉它都还会有响运 活着的阿罗汉它都还会有响运 所以它是飞飞翔 你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 在你活着的时候 透过人为的方式 让你的响运全然的停歇 那个叫做飞翔飞翔 就连飞翔飞翔它都不是解脱了 更何况是飞翔飞翔以下的定 像是那个无所有处的定 无所有处的定 它也只是改变了你响运的内容 你认知到一切法都是没有实体 一切法都是灭尽无余 这个叫做无所有定 一个人它是有可能在气入了无所有定 它的那个内心气入了一种 一切境界都是没有实体 一切境界它都是在一种极端的变化当中 当体极空 它可以有这样的认知 可是并不一定 它有能力已经斩除掉了它的渴望 斩除掉了它的喜态 这样听得懂吗 听懂了 我理解的就是说 那个就是说来的不管是什么样钩子 你都不要去勾上去 就这个意思对吧 看看这个这这句话 你能够理解到多么细腻 如果能够理解到非常细腻的话 那是可以的 嗯 那我得好好想想 那我就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 谢谢老师 我想问两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关于一生生 然后是什么生生 然后刚刚老师有说 周体死亡 这是一生生的生 OK 一生生的那个观念 好比说像钟阿涵里面有提起来 然后他在大圣佛教里面 他的意思都完全不一样 大圣佛教里面 他讲到那个菩萨的那一生生 一个程度上有点像是佛陀的报身 他的前部 就是说那个菩萨他修的那一生生 最后变成佛陀的报身 他成佛之后的报身 原始佛教跟古印度 佛陀时代的那印度 他所讲一生生 电上面没有讲很多 可是呢 我们可以姑且就是说 以禅修者的直觉的方式来 对他做一点解释 我们的内心呢 他因为有无名 因为有可爱 这些基本的那个烦恼 他没有断除掉 所以就算是 他变成所谓的孤魂野鬼 他们有肉体的状况 他还会有一种 模糊的朦胧的自我定位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 他看到的鬼魂还穿着衣服 或者他们还看 他们看到的那个鬼魂 是跟生前的那个人 是长得很像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的家族里面 曾经就发生过 有一个亲人 他过世的时候 家里面同时 好几个人一起看到 那个亲人 他的亡魂出现 好几个人一起看到 所以不是一个人的幻觉 那看到这种鬼魂的人 他们往往 他会产生出一个问题 这个鬼魂 他是非物质的 那如果是非物质 为什么我看到他的 他的那个形象 他是穿着他身体的衣服 他是看起来是他死掉的时候的 那个年纪 那个长相 甚至你可以看得出 他还戴着眼镜 类似像这样的这种 特征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好一个程度上 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他有点像是一个电池 你的心 他可以短时间脱离开 这个身体 然后他还 虽然他已经没有 没有直接插电 他没有跟这个电池连接 但他还 还有一点点电力 可以自行运作 所以他还能够 依着他自己熟悉的 那种影像来呈现出来 或者他特别在乎的 或者刚好那个时候 他业力显现出来 而呈现出来的影像 而暂时出现 但是像这样的这种状态呢 他是 一般而言 他是 不容易持久 因为 世间所有的这个动作 他都是需要耗力 然后 你如果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 给你做支援的的话 一个修出阳神的人 出阴神的人 时间太久 他是有可能死掉的 这个是不只是道家这样子讲 印度教这样子讲 佛教里面的音乐 有这样的这种说法 就是你修这种 出阴神出阳神 这个方法 你要小心 你如果说 离开身体 时间太久 的话 身体跟那个 异生生的那个 连线 会中断掉 那 异生生 他也并不一定是要 依着身体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有的人 他的异生生是 完全不是以像什么鬼魂 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是纯粹这种现象学 就他主观上面 他看到不同种的光 他经历到不同种的经验 甚至是过去的记忆 重新的浮现 你在异生生 你会经历到什么样的 那个状况 很大程度 你可以从你平常 你做的梦 你就知道你在异生生 你有可能 你会出现什么 所以 一个禅修者 如果他做梦的时候 他仍然会梦到那些 让他内心欢喜 让他担忧 让他出现色欲 让他那个 因为漂亮的人类 跟他招手 他就会靠过去 他心里就特别的开心 看到漂亮的异性 看到漂亮的同性 他就过去 跟他讲话的时候 是特别振奋的 语气讲 抱着那种想讨对方 欢喜的那个心情讲 你就知道说 你在异生生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有类似的 那个业力会呈现出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 他就像是我们的梦境 他不是百分之百 你都会做好梦 你都会做噩梦 你都只会做一种好梦 一种噩梦 我们的情意识里面 有太多种不同种的 那个业力的种子 然后这些太多种的业力的种子 他有一个共同性 那个共同性就是 他会在你的洗摊 接电上的时候 他都有可能会冒出来 他都有可能会成熟 你如果想要能够在异生生的状况当中 解脱出来 你并不需要说要把你夜市田里面 所有的业力通通清除掉 你只需要把你的可坛去除掉 那么那些种子就好像变得焦烂一样 好像被烧焦一样 他没有任何也可以触发他成熟的 那个因缘 所以就算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做一个阿罗汉 我们甚至不要讲阿罗汉 你是三国的圣人 你在做梦的时候 只有那些还会跟我慢相应的种子 还能够被畜生 那些会跟浴滩相应的那个种子 他都不会畜生 所以就算是有飘忽而过的影像 那些影像不会跟你的爱恋的意志连接上 然后衍生成为复杂的故事情节 然后变成你投生到那个情境的那个处 那个原始经典里面有几部经典 讲的内容特别的奇怪 但是也特别的有意思 他讲到有几种不同的阿罗汉 那个振德阿罗汉的那个方式 其中呢有一种阿罗汉 他是在异生生的状况之中而成就 也就是说他在还有肉体的时候 他一直没有办法做到彻底的放下 彻底的解脱 他的那个修行啊 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盲点 然后这个盲点呢 他是能够在抛弃掉肉身的那一瞬间 他忽然之间明白了 明白了怎么样能够做到更深度的放下 所以他死的前一刻是三国圣人 死掉之后的下一刻 他就成为阿罗汉 佛经典里面有讲说 有七种成为阿罗汉的那种过程 这是其中的一种 这样可以了吗 谢谢老师 老师第二个问题是 那个我们经典里面 刚刚老师有讲到说正观 正观无常 或经典里面会讲如实观察 像如实观察 五蕴如病如用如刺如杀 如常苦风飞舞 那这个正观或如实观察 我们是要怎么了解 他是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东西 是真实就是那个样子 还是说我们是以取角 这个角度去看待他 其实这个在修行上面 那个意义也并不一定 就那个差异也并不一定 那么有意义 为什么呢 你如实你可以 用两种方式理解他 一个方式是说 怎么样他能够确定 你能够解脱 这是一种如实 然后另外一种如实是说 你怎么看 你越看越是这个样子 他不会因为说 那个像漂亮的人类 你今天看他觉得他很漂亮 明天你酒醒过来了 或是明天你的那个淫欲心降下来 你再看他你就觉得 我怎么样 哎呀我怎么会 昨天是对他那么迷恋 那个无常苦飞我 他是你只要是在那种 像解脱在缠纳状况 你看你的那个执着的对象 他都是这个样子 一直经得起你 一直看你经得起你 一直看 我们如果是从这样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样比较好 如果要讨论到这种形而上的客观主观 什么叫绝对客观 这里面有没有主观成分 那已经是可能跟禅修的实用性有点距离 好了解 谢谢老师 你好 朱老师 你好 请就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给您汇报一个一点事情 修行上的吧 就是我呢 耳鸣的情况 心理上起码 经过您的指点呢 不那么当他是一个病了 就是从您的取角 就是心里也挺高兴的 反正有时候呢 他就突然的没有了 有时候他就又来了 我也就感觉您去讲的取角呢 也不去特别在意他 这个耳鸣的现象 非常的感恩你 朱老师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给您汇报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 说是昨天晚上我们这里呢 就是大风啊 忽然的就是大风 那种电闪的 内心呢 特别的有一个感触 就是去关窗子嘛 因为他平常是开着的 天气热了 然后内心有个感触 就是眼泪几乎要下来 为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说不赶紧修行的话 自己就遭受这样的苦 要有一个安全的房子 这是说 对自己内心的一个提醒吧 早上醒来呢 就是说生机勃勃的早上 虽然是 但是寓意着呢 自己一无所有的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呢 又近了一天 这是我的心态 就是昨天到晚上大风的时候 就是听您讲法呢 方方面面都在进一步 即使你不在禅宿的 禅店的状态的时候 也是不断的在去思维 大风 也是在趋入禅纳的状态 就算不是在禅纳 也在趋入禅纳的状态 对 这是给您汇报的 就是很高兴的跟您说耳鸣有所 没就没有家中 有时他自己也没了 有时他就又来了 我也不管他了 就给您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还有请教您 朱老师 就说 这个 思政前和四神祖 思政前我还稍稍知道 四神祖呢 就是 我愿意请您 讲 阐述一下 四神祖的内容 我也看到经书 还是喜欢听您讲述问题 就好比您找出的 行 行愿和想念的问题 特别的吸引我 就是四神祖的问题 麻烦您给学生 开始一下 谢谢 首先谢谢你 鲁德 你分享的这些经验 然后 一方面我听了很开心 然后相信有一些同修听了 他们也会很受启发的 然后呢 关于四神祖的方面 然后它是一个 如果啊 我们把佛法理解为一种圣知主义 像一般的人误会的那种圣知主义 佛法他只是要你体会空性啊 体会无我啊 悟到了什么特殊的道理啊 那么四神祖他就不太好用 就是你不需要什么 四神祖那么麻烦的东西 你就可以体悟到所谓的无我 体悟到所谓的性空 可是因为佛法他不是这样 佛法他比较像是一种 道德行为的一种教育 然后呢 他修行的过程比较像 我们在断除一个引头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四神祖变得特别的有用 四神祖变得特别的相应 你看到一个想要 戒除酒精 要戒除那个酗酒习惯的人 他的努力除了那个四正情的 那一种努力法 你看到哪个部分 是你已经开发起来 你要让他保持着 然后你要让他变得强壮 哪一些你还没有开发起来的工具 还没有开发起来的好的特质 好的那种状况 你要知道怎么样把它畜生 让它产生出来 然后那个已经产生出来的 那些缺陷 那些问题 你要怎么克服它 还没有产生出来 你要怎么预防 这是四正情的部分 四神祖他是 换另外一种角度来解释 我们的用功的方法 他首先 讲到第一个用功 就是你的欲 这个欲呢 他是好的 他是强烈的动机 这个也是南传佛教 他经常忽略的 起码当今流行的南传佛教 他们一般教的方式 就是要你无分别安住在当下 但是呢 真正我们要从事那种 一个习惯性的改变 你是必须要强烈的企图性 你如果要一个酗酒的人 他一定要好好的痛定思痛的看到 我的酗酒的那个状况 让我的妻子如此的不信任我 让我的小孩子那么怕我 让我的经济状况变得如此的不稳定 让我的健康使得我没有办法跟我喜爱的家人 能够长长久久 能够长命百岁的跟他们厮守下去 你痛定思痛的想到这些 所以你在你的内心培养起强烈的动机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 你知道你得到这个东西 它的好处是什么 你知道你失去这个东西 你不得到这个东西 它严重的祸害是什么 这是欲神族的这个部分 你看光是这个部分 它就跟那个我们一般的人认知的 那个禅修很不一样 一般认知的禅修就是 机械性的一个招式 满干下去 我一直观五常 或者我一直忍痛 我就一直坐下去 我就一直什么什么 佛法的修行不是这个样子 佛法修行它是多元的 佛法修行它是善用智慧的 佛法修行它是在做自我诊断 在做自我调整 然后你除了这方面的这个努力之外 你还要能够懂得如何 不要一铺石寒 不要那个谚语要怎么讲呢 一天捕鱼十天赛亡 你如果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呢 你如果没有用那种很稳健的步伐 来改变你的习惯性 你说好我今天我没有喝酒 可是我明天我要大喝 又罪恶感了 好我再敬酒一天 然后没有没有敬 敬足一天 你又在喝酒了 你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戒酒的的话 你会经年累月 你也是戒不干净 然后这个 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努力的那个层面 它是要你去检验你内心的品质 什么叫做检验你内心的品质 我们看一看什么样的人他戒酒 他特别容易会成功 如果这个人呢 他是 有一种自爱的心 虽然他有酗酒 可是他想到说 我毕竟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不杀身的人 我是一个不讲谎话的人 我是一个不偷盗的人等等的 他有这种 这种透过意念戒 而有一种良善的信心的人 这种人 他胜算会高 他成功率会高 如果一个人呢 他的心知道能够克服那些 缺憾的那些状况 让他心是平稳的 稳健的 有信心的 有力气的 不疾不虚的 是有饱足感 他这里啊 那个四神主他讲的那个心 这个心这个字就跟定 是同一词的 在原始佛法里面 那个那个 心增上学 跟定增上学 是同一词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心 调整 把那些会让你的心 利 雷若的 那些状况 纠正过来 那么的成功率就会大 就是我们 心理学 社会学里面 做的那个研究 那个什么样的人戒毒 什么样的人戒毒 他会 他会胜出 那些平常 他的身心就健康的 胜算特别的大 他的教圈里面 有特别多好的朋友 给他支援 给他鼓励 他越少那些损友 那样子的人 他的胜算越高 这个都是那个心 神族的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神族 Mimamsa 他这个神族呢 是表示 你要善用你的想象力 善用你的创造力 善用你的调适力 他这个Mimamsa 他包括了像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住在加州的人 你如果想要早起呢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加州这个地方 早晚温差特别的大 所以他早晚温差大 如果你太早起的话 你 人会冷 会不舒服 他可能会影响 你禅修的意愿 好 我多次的遇到那种早起 然后遇到冷空气 使得那个自己 斗志降低的状况 那该怎么办 好我就想一个方法 我早上起来 就裹着厚厚的棉被 确保说我的身体是很暖 然后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产生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 依着你的环境的需求 依着你的环境的状况 做调试 做变动 你要 你现在是要试着 克服你的迎头 所以你必须要 把你的想象力 搬出来 你必须要把你 那个 做生意 能够做成功 的那种企业心 那种创发力 把它搬出来 把它拿来 用在禅修上 佛陀他所讲的 这一种四神主 在在的 又在说明着 那种一般 现在南南佛教 讲的什么 你只要克服一切困难 单一的 机械化的一个招式 一直用功下去 那真的是不符合 佛陀的教育 佛陀教育 它是这样 融合了智慧在里面 融合了变动性 在里面 这是那个四神主的 简单的讲 非常的感恩您 朱老师 这样就 就是从好多个 不同的曲折呢 又理解了这个 这四个神主 还有我请求您 朱老师 我呢 就是 多的时候呢 做梦呢 过去的亲人呢 或者是不是亲人呢 比较多 白天也没有说 那样的思虑 是这样 就是 等于说 人都是 日有死 也有梦嘛 对吧 就是 苏人 平时人都是那样说的 嗯 就感觉是那样的 嗯 有着 那样的那些人比较多 也没怎么想起它来 就 在梦中呢 比较 比方我打坐 比方心很静的时候吧 有时候梦 会再呈现一遍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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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状况 越来越多 我就请求您 那个你做 人做梦哦 我们把简 我们把简单的解说 说有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呢 是你有没有化解的情结 那种没有化解情结 你做这个梦呢 你就会在那个梦里面 七情六欲 你就会在那个梦里面 各种执着的行为 它都会产生出来 这是一种不理 比较不理想 还有另外一种梦呢 是 你明明已经没有 那种情结了 你确知那种情结 已经化解了 你对于那种情结 是没有执着心 但是 你还在经历 那个影像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嘛 就是 好比说 真的是有一些 超自然现象的 生灵 要跟你传达讯息 或者是 你的心只是在单纯的 在经历着排毒状况 你的心 它只是在发射出 那个夜市田里面 那个成熟的种子的影像 但是因为 你的心没有 跟这些成熟的种子 发生关系 去追逐它们 去爱恋它们 去繁衍它们 去产生出所谓的 mental proliferation 作用 那种你想效应的推演 所以它们就是 乍生极灭 那个梦境 就是变得是中性的 那个梦境 就是变得是 它们有七情六欲 梦境就是它没有 是一种 量进 它是中性 它是 阿罗恩 它也有 做这样子的梦 明白了 老师 我再去 听 好 感谢您 卓老师你好 请说 这就是 灭无想定 是吧 不是 OK 那个佛经里面 这些定 它们的关系 是很复杂的 首先呢 不同的经典 它有不同的讲法 然后再来 不同的部派 它流传的相同的经典 它又有不同的讲法 所以有的经典呢 那个无相定 跟灭境定 是不一样的 有的经典 无相定 跟非常非常想定 是不一样 有的经典 还是一样 有的经典 无相定 它是世俗的 有的经典 无相定 它是出世间 所以看是在 什么样的场合 然后 如果要课的话 我大概可以讲 一整个学期的课 讲说 它们之间 复杂的关系 但太多 专有的知识 它并不一定 对禅修有用 那对禅修有用的是 怎么讲呢 看你个人状况 是怎么样 有很多 有可能有用 有很多可能 没有用 那你这个无相定 在禅修中的 就是说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就从一个角度来讲 那个无相 这个东西 它也有 单纯的无相 它有无相的定 然后它有跟它类同的 无相的定 然后也有 无相的解脱门 然后还有 无相的解脱 起码可以分成 然后好 像 我们以前 我们有提到过 初的无相的修行 就是 它是守护六根 的同义词 什么叫守护六根 守护六根 初的层次是 你回避 那些 会增生 五概 的那些 境界 好比说 你如果你看 某一种图片 它会增加 你的浴潭 会增加 你的情欲 你回避 好比说 你如果你听 某一种声音 它会让你 进入一种 发愁 担忧 生气 怨对 的状况 让你避开 回避那样子的声音 依此类退 这是最初的无相 这个是最初的守护六根 因为守护六根里面还有讲 不取相 不取谁行好 只能不取相 它就是无相的意思 当然 然后 这里面 你还有所谓的无相的定 还有无想的定 还有无相的解脱门 还有无相解脱 这个都 不一而足 然后看要讲到什么程度 行 好 这个我了解了 我还有问题 就是 就是说出国是永断三节 其中讲到身 身见 我想问一下身见 是不是就是我见 对 就是我见 Sakaya 但是我看一下 菩提比丘的翻译 他对我见的翻译是 The View of Self 然后对身见的翻译是 Identity View 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差别 菩提比丘 他的翻译的 生涯呢 他 很多的字都 经过改变 也显示出 对于这些词汇的认知 的改变 然后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 是这个样子 但菩提比丘呢 相对于其他的翻译者 他基本上是 越晚期的翻译是越好 他早期的翻译 比较多 不可靠的 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他寻思早期的时候 他是翻译叫 Applied Attention Sustain Attention 那很明显是受 清静道论影响 那很明显是错误 但是到后来呢 他把它纠正过来 把它变成是 Applied Thought 跟Evaluative Thought 然后 那个菩提比丘 在你刚刚提到的 那个案例上面 他也是有 他也是有改变 因为这个严格来讲 巴黎文的那个 那个效法 他不是Sustain 严格来讲 他应该是 讲说他是 生 或者是严格来讲 应该讲说 是Identity 位格 所以他 比较晚期的翻译 他是 开始把那个Sustain 翻译叫做Identity 好 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出国要永断三节 就具体对生见来说 就是说 我要断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永断了呢 要断到 知道说 这个行为的模式 他通通都不是 安稳 都不是可以当做自我 对这个东西 是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 执着的模式 对于那个 所有 透过形而 架构起来的 那种状态 你是 那个感觉是 你再也回不去了 你再也不会说 你还会疑惑 说 可是说不定 如果 经过了这样的改变 透过这样 这个架构 那么那个就是 一种天堂 那就是我要的状态 那个出国 他对于 嗯 生见是断道 的那个程度是 嗯 他的生命会从此之后 众心整个的改变 他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修行会变成 他的生活的核心 所以你光是看一个人 他有多么认真的修行 你就可以判定说 他证得出国的可能性 有多高 那个 嗯 清楚的看到说 所有的执着模式 都是 生病的状态 通通都是真的 不可依靠的 你打从心底上面的 明白 这一点道理的话 他就不可能会再 把生命的重心 放在投资于那种 执着模式上 哦 这样的 那是不是 我可以从老师 这样讲的话 我可以推断 那就出国 他就是应该是 不会退转 是吧 起码这个是 经典这样讲啊 那个细节 如果要再讲的话 有很多 可以讲一些 有争议的话题的 但是基本上 可以这样讲 哦 嗯 哦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在读相应部 五十四点九经的时候 有一段就写 就是说 佛陀有一次闭关啊 然后出来的时候呢 看见僧团里面的 很多比丘 由于修不进关 而自尽的 然后呢 这时候佛陀呢 才聚集大家 教他们十六圣行 我就在想 为什么 因为佛陀 他不光是一个字子 一个觉子 还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就说 他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十六圣行 不先讲 或者在不修不进关的时候 把这个十六圣行 加进去呢 一个可能性是 因为佛陀 他还在学习 然后我 我这个回答是 对大部分的人而言 他们是觉得 佛陀不用学习 我不这样认为 我相信佛陀 他是阿罗汉 然后我相信阿罗汉 他还有很多 可以学习的空间 阿罗汉并不表示说 他在行运的表现方面 他已经做到圆满 并不是这个样子 甚至可以讲说 大部分的宗教徒 他对于那种 阿罗汉行为 还不圆满的 那个状况 他心里面是不满足 这是大圣佛教 兴起的动机之一 这是不能够满 众生那种 常乐我尽 对那种圆满人格 对那种神格化的 老师的那种气球 然后真正的 那个采取者 他不需要说 他的老师是一个玩人 然后第二个 就是说 学生的 做法 你真的 就是学生 他们的愚笨 你真的不能 全部都是怪老师 我不要 我不要讲说 要说要用我自己 案例来讲 这个听起来有点 我慢 的这个话 有的人他们可能会 为什么 某某某 他说他在跟你学禅修 可是他却做了什么 他却说了什么 要用这样这个方式来判定 那我可以跟你讲说 我们力气没有那么多 我们不可能能够照顾得了 所有的 同修 他的方方面面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点 然后再来另外一点 就是有很多佛陀 他的学生 他不是经过佛陀 亲自教授的 到了后来 那个僧团人多的时候 佛陀没有时间 教那么多学生 因为学生他只是透过其他的学生 听到的一些 知智片语 知智片语 然后要这样修行 他们就 有一点是 盲修瞎练起来 然后等到遇到大的状况之后 佛陀他才 他才参与 他才去干预 他才去做那个后面的补救 这三个可能性都有 这三个可能性都有可能 好 明白 还最后一个问题 也请问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中阴生这种讲法 在原始佛法里有说吗 有的 经典里面有 他叫做 那个 益生生这个词汇 然后 巴黎文是有 那当然那个 不是很多的经讲 这个 比如北传的的话 应该就是中阿涵里面有提起到 益生生 你在找阿涵里面就看不到这样的词汇 那是不是人死了以后 是不是先是中阴生投胎呢 是不是说有49天的中阴生去投胎呢 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个就是吸收了本教的信仰 然后演变成了东西 那个巴黎文里面 那个 那个益生生 他的那个意思 他就是隐约抱着一种 你的心 他 一旦有了身体 那个是他具体 抓着的东西 可是 那个肉体死亡的时候 虽然那个心 他变得无所依从 没有什么具体抓的东西 可是他的那个 态势还在 他的那个 predisposition还在 然后有的人 他在特殊的状况之下 他可以看得到 那个内心 他以某一种态势 他呈现出来 有的人他会讲 我可以看到鬼魂 有的人 他们说他可以看到中阴生 那是不是 在大乘佛教里面说 就有天眼的人 看见中阴生是什么样 然后说 说明这个人 下一位 下一世投胎就怎么样 这个是错误的 不一定是错误的 就是这种 宗教界里面呢 这样的这个现象是 相对而言是普遍的 那个也并不一定 只是大乘的说法 上座部 他虽然对于中阴生 这个问题 很感冒 因为上座部 普遍的把非我 误解为无我 无灵魂论 但是上座部流行的 佛教国家里面 还是盛行的这种 跟中阴生 跟义生生 有关联的 那个势力的案例 那我知道了 好谢谢老师 OK 你好 老师好 我上一次问的那个老师 八解脱 然后这次又举手举碗了 请老师讲一讲 八解脱 简短的 讲一下 请老师 首先这个八解脱 这个题目 它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很奇怪 因为 北传跟南传应该就只有一部经 在讲这八种解脱 所以它这个内容 英文讲说很outlier 就是它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讲话 然后你要了解这个八解脱 比如它里面讲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一个是 self-possessing form contemplating on external form self-not-possessing form perceiving external form 那依此类推 总共有八个 其中有四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四空定 四无色定 然后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是 受想灭境定 其他三个都是 其他经文都没有提到的案例 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形 这个经文本身 它也没有给我们解释 这是什么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知道透过周边的 周边的一些证据 来推测 这到底是什么 首先有一部经典 它讲这个话题 讲的最详细的 但是它不是原始经典 它叫做 禅密药法经 禅密药法经 它跟坐禅三昧经 跟安班首义经 它被汉传佛教称为是 坐禅三部曲 这坐禅三部曲呢 它们有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一方面 它们不是很晚的经 所谓不是很晚 就是说它们不是大圣的经典 它们譬如说像这个 禅密药法经 它传入到中国的时间 是应该是四世纪 应该是九末罗舌翻译的经典 它那样的那个时期呢 它是初期大圣 或者是初期大圣 早前 但是它又不早 它又不是很早 因为原始经典 你看不到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推知说 它应该是后代的 误派佛教流传出来的内容 然后呢 在这个坐禅三昧经 他讲到说 有人他们修不静观 然后修不静观呢 刚开始说修 你是先看这个身体的不静 看这个身体 它的不同的这个败坏的阶段 比如说他怎么样肿胀起来 他怎么样这个溢出湿水来 最后怎么样被虫所试 很多的那个那个虫啊 这个开始吞噬 开始吃掉这个身体 然后最后 怎么样被这个大火烧 骨头都变成黑色的 但是呢 这样的这种不静观呢 它有一个蛮特殊一个导向 它那个导向 就是它最后 它把你导向修静观 它不是这样停在不静 你先把你心中认定的漂亮东西 观成是不静的 然后你观成不静了 那个成功的时候 它又要你再把它观为静 怎么样观为静呢 就是你看到那个那个骨头啊 所有的肉通都被吃光光 剩下白骨 然后那个白骨 它是白到灵力放光 白里透光 然后你在那种白色的光芒的环照之下 你内心有喜悦有暗示感 然后进入到所谓的清静观 它这个 柴米亚法经里面讲到这样 这样的这个修行词 然后其他佛经也隐约的讲到 类似像这样子的禅定词 然后还有哪一些周边的证据 我们可以采用的呢 我们知道啊 佛陀他说法的时候 他说他有教导两种弟子 一个是利根 一个是顿根的弟子 什么叫利根的弟子 利根的弟子就是能够修学佛做这样的 以禅纳为主轴的乐行道 这样以禅纳为主轴的乐行道 你不必要否定 你不必要拒绝掉 那个不被圣者 圣者所喝者的喜乐 在安乐 在幸福 在安适的状况当中进步 然后这样的过程 它不只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他速度是比较快的 他结果是比较有效的 这是利根的众生 但是还有那种顿根的众生 他是不懂得如何采用这种滋养物 他只知道懂得蛮干 怎么样蛮干 譬如他只知道修不尽管 管什么禅 管什么修这个四神族 用各种调生调新的方法 让自己那个过程是更有效率 更快速 更舒服 他不懂得这样的 他就是蛮干 这样的顿根的众生 他所采取的这个道路 也有叫苦行道 然后顿根的众生在佛经里面 特别多是那种外道 他们那个苦行的习惯性很强 然后还是把苦行的习惯性 带进佛法的修行里面 那这一种光是修苦行道 光是修不静观 不去理会禅纳 不去理会滋养物 诸行建制止息 然后慢慢提升你的食物 这样的修行方法 你看他那个四界开展 不正就是那个八解脱的开展方式 所以我的猜测是这个八解脱 他就是特别是那种苦行道的人 他们所修的 所开展出来的八个阶段 然后为什么这个八解脱 他在那么少的经典 他大概就在一个经典里面 南传一个经典 北传一个经典 提到这样子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不是佛法的主流 然后大概我应该还要再大致的讲一下 八解脱那前三个 他到底在讲什么 这三个是比较奇怪的 第一个是内观色 然后外观色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呢 有一种修不静观的方式 它是在你感觉到 你自己有身体的状况之中 你去观察身体的种种不静 这是第一个解脱 第二个解脱呢 它是完全融入到 那个不静的那个观里面 你的那个身体已经好一个程度 已经吸薄了 你已经在接近无色界了 这是第二种解脱 第三种解脱是 你身体已经是吸薄 或者已经进入到无色界 已经没有具体的身体的感觉了 然后你开始修静观 就是你把不静改变为静 开始观向白骨放光啊 开始观那个身体的这个 不同的部位 它会放光啊 像这样子的 这个是第三个解脱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个解脱 就是四个无色钉啊 然后第八个就是灭尽钉 希望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谢谢苏老师 可以了可以了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回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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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